在马来西亚给摩托车架了一箱油 才花了6块钱人民币 多么便宜 而且还是95的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呵呵 今天我们打算租一辆摩托车 在周围转一转 听说这边有一个天空之城 上去过后可以俯瞰 整个兰卡威的美景 所以现在我们去街上 看看摩托车的价格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租摩托车的地方 本来想租个小汽车的 但是租汽车的话 有280一天 然后租这个摩托车的话 我们只要40马币一天 这样60块钱人民币 60块钱人民币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了租摩托车 在这边租车 分别的驾照都可以了 几分钟就搞定 所以可以骑到 我们亲爱的小摩托车出发了 租好车 我们先去加个油 把油加满 然后再去慢慢地逛 你导航好了吗 好了 出发啊 他们这边驾油店 那个加95的 我们这个车也加95的 顺便看一下这边油价 这边好像是先交钱再加油 但是我怎么知道我要加多少油呢 对啊 这我们的车加多少油 两升 怎么可能呢 三升 刚才我给它50 然后我说加这个车的 它就直接给我找了46 意思就是 8块46 就是4码币 4码币的 我懂了 这个4码币不是一升 4码币是1.96升 对吧 所以它的油是2码币一升 好便宜 那它只要加6块钱人民币的油 就加满了 对应该是 它好便宜 它们这边既然2码币 2码币也就相当于3块钱一升 95的 请上我心爱的小木头 我们现在加满油 准备前往天空距禁 迎着风 太舒服了 可是 就是今天的太阳 有点太帅了 这里还能看到飞机降落呢 离机团好近啊 不过近距离 上飞机走 不过近距离 上飞机走 这走这里上去吗 我们导航导一半没路了 让你走 走错路了 再没路了 这不就这个桥啊 你看看 不能这个路这么小吧 我觉得这不像有路的呀 就这么一个桥 好 你再看看导航是不是走错了 你再看看导航是不是走错了 应该住在那边 应该往这个岭边坐一点 你看到下面是什么吗 全是游艇 看来这些都是有钱人玩的 前面半小时 终于到了 我的妈呀 热死了 你发型都没呢 这帽子放哪呢 就放上面 放这不怕被偷吗 你看所有人都放帽子放手上的 没事 不会有人偷的 行吧 那我放这 挂在这 走 走 买票去 我们是要坐缆车 到那个 山顶 山顶 对 看到了 那个 好高啊 最上面那一小丑 我看一看这个票价 好多等级啊 对 它这个是卖看的 是什么意思 是本地人 是不太国人 两个价格 但是它这个票的话 好像是包含四种 一个是坐缆车 一个是坐缆车 然后一个有一个3D的博物馆 还有这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买这个86的 85 这是外国人 大人85 小孩65 这是本地人 然后它这个还分很多种的 还分VIP的 然后还分普通的 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的那种的 我们要拿了 就买最普通的 我们买那个 是属于 我们是属于外国游客的那种 是85码币 然后它好像刚才有一个人给我们解释 就是说马来西亚本地游客的话 是45码币 就凭这个手环上去就行了 好 Thank you 然后给这个手环 然后去哪儿了 就这个两张 把它套到手上就可以了 好 走 走这边进去是吗 这边 好了 坐缆车去了 咋了 还要把它也带上 Thank you Thank you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证是吧 对 当然这个就可以进 Thank you 走 坐缆车 哎呀哎呀 它这个缆车很高 你发现没 要做合照是吗 拍照是吗 绿幕 它这个绿幕到时候会给你披上风景 对 那这个应该是到看你到时候要不要 如果要的话就要收费 对吧 Thank you 好傻呀 Oh yeah N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呀 它为什么会把人披着雪儿在半空呢 不知道 来了 哎呀 那我们应该做这个 是两个人吗 我们两个单独吗 可以单独坐吗 它应该是要跟人一起吧 单独坐 我们等下一辆 哦 可以 估计这个时候人少就可以选 那我们做这个红色的 你会不会怕做这个 就是我看那种透明的肯定会怕 就是你坐在上面往下看 这种应该还好 但是很高 它上的很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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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它这个门不关吗 应该要关吧 出去应该要关吧 另一辆已经走了 好 关了 关呀 好 大家闻了 看风景吧 我们这个票包含了一个缆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3D的一个活物馆 还有一个就是看什么 好像是看一个恐龙啊还是什么的 好像包含了四个 另外一个我没太搞懂 等一下下去我们看一看吧 这窗子可以打开的看到吗 嗯 对 它这个要透气嘛 今天天气还不错 哇塞 小时你看那边可以看到海好漂亮 对吧 对吧 对 等一下我们上去过后还有一个天空之桥 就是我们国内应该就是那种玻璃栈道一样子 在很高很高600米上面 你敢走吗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东方村的天空之桥 这个地方呢也是属于兰卡威比较热门的景点之一 因为它可以上到最高处看整个兰卡威的风景 嗯 我到了 看 哦 马上要到那个很高的上面 哇现在已经很高了 而且我觉得它这边好的是一边可以看到森林 一边可以看到大海 对吧 那这个做的将近有十分钟啊 我在上面能看到这种仙气飘飘的 因为感觉我们已经穿到了云层上面去了 嗯 感觉 哇要停了 飞一下 它每次这个放轮的时候都好害怕 哇 像没 感觉外面好暖 因为外面的已经是云层了 仙气飘飘 下去 哇 看后面 哇 这上面好美啊 哇塞 好美啊这里真的 就是能见度不高 因为旁边都是很多的云很多的雾 你看这边 这边根本看不清上面全是云雾 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还要换这个再继续往上走 对 但是上去之后什么都看不清 嗯 我们等一会儿等这朵云上去 可以 休息一会儿拍我这 就刚才在下面的时候看到天气很好啊 就到了上面发现今天 好像能见度不高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坐在这儿 吹吹风 这个云层又哪一多 感觉要下云呢 本来是想说等这个云层飘了不不我们再上去 现在估计等不到了算了上去吧 上去看一看什么 你看上面像什么 什么都看不见 像不像我们几前 刚出来的时候去那个 钢枷界 对 画了两个 一个人画了四百多 然后上去看个期末 啥都看不见 怎么感觉今天也是呢 走吧 去第二个 上去过后我们又只能再穿梭在云层中 我看他每个上来过后 我那个人还得进去拿布擦一下这个玻璃 太多雾气 走了 我看到那个玻璃桥在那边 哦 听到什么 哎呦 有点快 我真的 不敢做那种高的东西 害怕 我奔机也不敢 跳赞也不敢 你胆子坐下 过山珠也不敢坐 过山车我敢 但是蹦极我也不敢 就是那种特别让人失重的那种 就很害怕 但这种还好 这种没有失重性 干嘛呢 什么都看不见 你看拍照小哥这上面的这个拍的多好 这天气多好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是吧 一模一样啊 真的是 所以天气好还是很重要的 最近一样 最近就是雨季 可能不太好 这个上面真漂亮 如果我们是这个时候来应该很惊艳 你看看啊 这上面更看不清了啊 刚才在下面的时候还能看一点点的海 哇 这个猴子还抢了个冰棒来吃 上哪儿抢来的 应该喊咱们去挥一挥我们和梅山的脑表 他们可能打不过 走的 带你去和梅山 到了最上面过后 最后一段真正的天空之桥 还要另外买票 好像走路是 十块 然后坐那个电梯是十六 那我们今天这个天气还去吗 要不这样 我们坐一会儿 再等一个半个小时 行 OK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如果半个小时这个云雾散开了 我们就走天空之桥 山顶的一瓶饮料卖四块钱 还能接受 不是很贵 毕竟这么高嘛 找天空坐一会儿 上面虽然零多 但是非常的温热 天空头都湿下湿 我们就在这儿等半个小时 如果半个小时过后 这个云还不散 我们就下山 对 太热了 我都等了三十五分钟 现在都一点钟了 外面还是这个天气 下来一趟 我们走吧 什么都看不见 下去吧 下去下去 今天这一趟呢 就算是坐了一顿缆车了 但是第一层那个名单可以看到海 对 第一层的风景还挺好的 然后我在那个上面说 我说今天天气蛮好的 很幸运 没想到到了上面啪啪打脸 这个下了第一层过后 天气就好了 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在下面看天气再好 接着到上面也不知道对吧 我看这么 我不敢看 主要是我这个还是倒着退的 到站了 可以下去了 这里面好热了 在山顶的时候就很凉快 它下面就太闷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整体玩下来还行 但是的话还是得看天气 天气好的话确实很壮观很漂亮 但是天气不好的话体验感就不太好 但是我们在下面又无法看到上面的天气 就像今天我们下面天气很好 但是上面天气就不好 所以上面跟下面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现在下来了 这个天气多好 能想象到上面是乌云密布吗 一点看不出来对吧 你看从这里看到上面都是蓝的 这个门票里面还包含一个3D博物馆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3D博物馆里面 这也不像3D 但其实它就是这些画面做的 你进去看一下 感觉立体一点 我现在像不像 像不像 往里面站 这样子 有点像 像不像 原来它所谓的3D是这样子的 那走红毯 走红毯 这样子 没 没 我这样子走下来看你像不像 不像 不像吗 嗯 有个不像吗 不像吗 这幅画有点3D的感觉 反正因为它本身 它就有一个力气的船在这里 现在去最后一个项目 我也搞不懂这最后一个项目是干嘛的 先去看了再说 我俩包场了 不会吧 真的你看都没人 找一个 看天文 找个位置坐一下 坐第二排吧 还是第三排好一点 坐第三排中间 我们刚才又去玩了两个项目 这85码壁画的是太值了 一共包含了四个项目 就是我们坐的那个缆车上了那个天空之城 然后去了一个3D博物馆 然后还看了一个相当于5D的那种恐龙乐园 它真的是太好玩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 特别适合 就一家老小都在玩 像我们两个都在里面玩了四个多小时了 都守不得走 现在我们也回去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